打仗不慌不忙 先球稳当 四球变化 办事无声无息 既要惊荡又要简洁 球们好 我是爱与客蔡师兄 欢迎收看师兄砍球 今天继续观察新人 2021全国冠军赛 蓝丹单向决赛 广东雷兰西 对阵湖北孙飞翔 作为同事1998年出生的后起之秀 两位球手完全是两个风格 雷少年老成 球风潇洒以控球著称 孙少年兴器 球风火爆以进攻著称 本场比赛打满三局 信息量很大 师兄先从第一局迁入 看看双方的发挥 第局2比0 开局斗网 雷强挑后场 孙强杀家连贯失误 这个回合暴露出孙的一个问题 就是打球比较冲动 雷强挑很快 等到孙出手的时候 不是正常的高点 而是一个降点处理 正好打到雷手边 雷轻轻借力回出一个高质量往前 孙的加速没有给对手制造威胁 反而给自己的连贯增加了麻烦 D局2比1开局斗网 雷回勾战先 接着劈对角得分 这个回合雷的处理非常巧妙 速度不是很快 但球路组合节奏变化 落点精度都恰到好处 设计了一个回头球甩开了孙的防守 D局2比2 开局雷一推一放 调动孙 孙跟得很快 反推头顶 雷强势摆脱对角 接着突击得分 这个回合雷赢在预判了对手的预判 孙的推球质量是不错的 非常到位 因此出完球没有选择回动 而是等在往前准备抓球 对手想要什么就不能给什么 雷在被动的情况下 反派强势抛高对角 站位偏前的孙被晃了一下 回出半场球 雷抓住机会一刀拿下 D局3比3 开局雷一推一放 调动孙 接着突然提速 突击直线得分 雷先是利用推放带节奏 在出机会后脚下非常快 抢高点突击破局 在师兄看来 雷的厉害之处不在于球速 而在脚下的连贯和抓球的意思 D局3比4 孙控网抢攻 杀加放得分 如果说雷是在变化中融入速度 那么孙更像是在速度中融入变化 超于同龄人的爆发力 是孙开山辟路的法宝 一旦速度能够压制对手 在服役变化往往让人防不胜防 D局4比4 开局斗网 孙抓推提速 杀加放 接着相互拉开 雷反击 轻杀加勾 杀加推 孙对攻杀加放 这里出现意外球 雷抓回放扑压 这球正好打到孙手边 孙一捞过顶得分 整体上来看 这是一个对攻回合 双方的节奏都比较快 孙的进攻力量更好 雷的进攻节奏更稳 最后的转折 孙有点运气成分 往前雷战先手 但落点不好 正中孙的上手 D局6比4 发接发 孙抢弓 沙加铺失误 从打法上来说 局面越简单 对孙越有力 提速是孙简化球路的重要手段 同时如何平衡提速与失误 也是孙面临的挑战 D局6比5 开局斗网 雷战先 接着相互拉开 雷抓回放扑压 孙反应很快 回首套后场 接着剑高下压 撒加放 再拉开 相持中 孙抓回头球 强杀对角破局 论手上技术 雷显得更细利一些 丘路组合也更有章法 推放的调动 回头球的限制 四方球的到位 孙就是快 反应快 启动快 出手快 一快解万难 D局7比5 开局雷连续推对角 限制对手 接着点杀破局 如果说孙的打法 难度在于平衡 提速与失误的关系 那么雷的打法 难度就在于平衡 落点精准与失误的关系 这个回合 雷把斜线球路运用到了极致 三次出手 军式斜线 最后更是压边的斜线 直接突破了孙的防守 小提问 直线出球和斜线出球 在逻辑上有什么不同 D局7比6 开局孙抢推提速 接着抓过度突击 杀加推 再二杀破局 典型的开局三反斧 孙揭发抢推带节奏 雷起球 孙既进入强攻模式 不得不说 雷的防守还是不错的 第一拍 接杀转大对角 第二拍抛高 孙则是靠能力维持自己的进攻 二杀更是速度 落点兼备 低局9比6 发接发 开局抢攻 孙突击对角得分 这是速度型球员的特点 开局前三拍 往往体能好 火力足 伴随着雷的 接发球 钓鱼失误 孙领先5分 进入局限 低局上半局 孙发挥了自己进攻的特色 以速度优势 换取比分优势 低局12比6 开局雷反排分球 晃了孙一下 接着批加范 孙跟着横井 大回相词 孙抓抛高提速 撒加推 再强突对角破局 雷的出球 注重节奏快慢的演变 以及空间深浅的拓展 其方向是寻求 球路组织的合理化 以此积累优势 控制比赛 孙则是用速度优势 打破雷营造的 这种合理化 以力降之 以速过人 低局13比6 孙发挥发提速 杀加范 雷推挑对角 这球弧度平 速度快 孙摆脱不到位 雷轻松拿分 这个回合的转折 就在这一拍推挑 雷过顶的弧度 控制得很好 美妙的弧线 铺垫出血液的绝杀 低局13比7 发挥发雷抢攻 头顶突击直线拿分 面对落后 雷开始加强进攻 效果还是不错的 虽然雷手上速度 可能不如孙 但强在脚下连贯快 这也形成了 整体进攻节奏的突然性 低局13比8 开局相互拉开 相持中 孙回球失误 知识点 拉开可以理解为前后调动 向后调动 主要看推球 向前调动 主要看放网 作为控制性球手 雷的推放是强于孙的 发接发第三拍 雷的推球弧度非常大 到位加过底 导致孙只能轻杀连贯 接着雷挡网走中路 限制孙出球角度 孙推球依然到位 但对比落地位置 雷的推球更靠后一点 雷过度 双方打回中路 接下来雷二次推球 这球弧度不如一推大 但速度快 导致孙后仰发力 这个细节也正是孙失误的关键所在 低局14比10 开局孙抢攻 雷弹大对角摆脱 孙再抽 双方打回往前 雷推挑过底 打破相持 杀家放 这球偏高 孙抢扶 雷弹过底 接着相互拉开 相持中 雷钓鱼球 高质量转进往 再拉开 孙强攻 杀家条 雷反杀破局 这是一个精彩的多拍回合 孙展现出了其速度的优势 但也暴露出一个核心问题 有速度没落点 开局三板斧把节奏带得很快 速度是有的 但出球都在雷一步之内 接下来孙抓到了往前一个好机会 依然是有速度没落点 最后的强攻还是同样的问题 球速起来了 落点在雷手边 雷轻巧转进往 反而打乱了自己的节奏 正是利用这个机会 雷反击得分 论提速的绝对能力 孙强于雷 论提速的时机选择 雷强于孙 低局14比11开局斗王 孙抢推后场 接着抓过度 双方二次斗王 雷起球 孙吊打接后突然提速 雷回顶 接着抓过度转进往 孙起球雷回来 孙强杀提速 杀家放破局 又是一个精彩的多拍回合 这一段 不管是比分上 还是对抗的过程 双方都渐入佳境 孙在前场 经常有一个赌博式的预判 站位靠前抓过度球 一旦抓到场上的节奏 就被带得很快 这个回合 孙的后场进攻 依然暴露出 有速度没落点的问题 正式利用这次防守 雷高质量控网 逼迫孙起球 但是雷没有选择下压 而是继续拉开 这也给了孙 继续搏杀的机会 打出一波连贯 强势破局 第局15比11 开局 孙轻杀连贯 杀家放 接着斗网 快推雷反派 再抓过度提速 杀家放 雷跟得很稳 推放结合 拉扯孙 孙降速跟随 相持中一拍高质量推球 带走孙重心 抓过度杀球破局 随着比赛进程 孙的体能有所下降 强攻减少 一旦降速 双方就会进入多拍相似 雷的节奏 线路合理性更高 同时 一旦孙露出破绽 雷抓机会能力很强 这是雷可怕的地方 功德不多 但一旦进攻 就要你的命 第局16比12 开局相互拉开 雷依旧是擅长的推放结合 转折点 雷抓回放 扑球破局 好的技术 加好的意识 等于好的球路 雷两推一放 结合重复落点 和前后空间 调动孙 打回往前 一放一扑 同样是经典的 做局小套路 第局17比15 开局雷抢推 快速拉开 这球到位加过底 孙的处理非常强势 降点不降速 抽了一拍底角 压边得分 这一段 面对雷 比分上的追赶 孙感到了压力 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保持速度 要么降速都变化 显然前者才是孙的强项 这球在相对被动的情况下 搏了一拍发力 效果不错 低局18比15 开局三板斧 孙抢推快篮 一下把节奏带得很快 接着得势不劳人 连续在中前半场 平抽快打 雷失误 如果说拉掉打法 是对场地空间 最大化的利用 那么中前场快打 就是反拉掉 是对场地空间的压缩 雷更洗拉开 孙更善压缩 比赛接近尾身 雷还落后4分 面对压力 雷并没有放弃 选择加强进攻 做最后的挣扎 19比15 雷通过三轮杀上网 扳回1分 19比16 又是当远网抓推 突击直线 扳回1分 在师兄看来 雷通过进攻拿分 并不是进攻多么犀利 而是孙的防守 明显没有自己的进攻 那么强势 相对而言 孙属于攻抢守弱的球员 既然守不住 那就豁出去 关键时刻 孙两个主动失误 雷把比分追至 19比20 局点 低局 20比19 又是熟悉的套路 熟悉的配方 开局三板斧 孙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 快速拿下 有惊无险的拼下了低局 好了 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 送给同样关注新人的球友 今天的话题就是聊一聊 球友们认为 两位球手随在未来的国际赛场 更有竞争力